好,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简答题的部分 某个化学实验小组呢 我们要探究的是氢氧化钙的化学性质 然后呢,他就取了4个4管EFGH 然后呢,进行U2的这个实验 哪一个是没有明显的现象 所谓的明显现象是什么呢 有没有颜色的变化 有颜色变化有明显的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气体的冒出来 有气体冒出来也是明显 然后呢,有没有沉淀 一般来讲就这三个 一般来讲就这三个 所以我们来看呢 第一个情形啊 石灰水加无色粉苔会变红色吗 对不对 碱性加这个无色粉苔变红色 有颜色变化应该蛮明显的 石灰水加盐酸 这个是综合反应啊 会形成盐和水 但是有没有气泡啊?没有啊 有没有颜色啊?我又没有地 我又没有地石蕊啊 所以也没有颜色的变化嘛 也没有地这个粉苔 所以也没有颜色变化 有没有冒出气体?没有 有没有沉淀?也没有 所以这个F呢,其实是蛮不明显的 啊,F其实是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们综合反应啊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要另外再加酸减脂 我们才看得出来 哦,它已经综合好了 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pH值呢? 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pH值,也不知道它好了没 啊,所以这个呢 是不明显的 石灰水加这个NACO3呢,它会形成 CCO3沉淀 所以这个蛮明显的 然后澄清的时候水加二氧化碳呢 它也是会有形成碳酸钙沉淀 所以会变混浊 OK,所以全部呢 都是蛮明显 E,G,H呢 都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有两个有沉淀 有一个呢,是有颜色变化 写出实验中的四管F和G 的反应 so F的话呢 是CaOH2 加上HCl 综合反应得到CaCl2 加上H2O 所以这里补一个2 那你就可以 这里也要补一个2 那它就是配平好了 记得要配平 记得 一写方程式 记得最后一定是要配平的 然后G的话呢 是Na2CO3 加CaOH2 它会形成CaCO3 沉淀 箭头往下 NaOH 总共两个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反应 好,C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通过四管H 的二氧化碳呢 有2.2克 充分反应后呢 会形成多少克的水 所以我们就要先设 说哦,我有X克的水啦 我会生成X克的水 然后呢,方程式写出来 NaOH2加CO2 得到NaCO3 沉淀 加H2O 然后呢 就写出它们的关系 然后呢 写出它们的关系 然后呢 写出它们的比例 然后呢 算出来 得到它的0.9克 这个算应该可以啊 你可以上下乘以10 月减22 得到下面应该是剩下20 月减2呢 得到这个是9 所以最后呢 是9除以10呢 得到0.9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你的 最后你最好的 再写了一句答 它会充分反应后呢 会生成0.9克的水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呢 去年呢 第十 不懂第几章啦 我也忘记了 好像第六章 学的那个 设方观比算答 有那个口诀 还记得啊 先设你的 你要的这个位置数 方程式 关系 比 然后再算 然后呢 最后再打 设方观比算答 不过你要看它的分数啦 像这种啊 可能它也只是打个两分 这样它可能也只是要求说 啊 写个方程式 然后再算出来就可以了 哦 不过呢 你最好是答完整一点哦 对不对 答完整一点 它没有办法扣分 好 第二题 轻氧化纳呢 是实验室里面的 常用的这个化学药品 那轻氧化纳呢 是有具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使用的时候呢 要小心啦 不要见到我们的皮肤 轻氧化纳呢 在水溶液中呢 会电力出 NA症和OH负 然后它写了 要填化学4 如果它没有写的话呢 你可以写 钠 离子 和氢氧跟离子 就英文 华文名也是可以 氢氧化纳融与水呢 会是一个释放出热量的过程 这个课本上呢 有特别提到 尤其 好像就是提到这个氢氧化纳 因为它有很 它是强检 主要是这个 氢氧化纳呢 在能够把 能够跟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 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封 防止它变质 所以请你写出那个化学方程式 NaOH加CO2 得到Na2CO3加H2O 这边补一个2给它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配品 吧